嗨 大家好 我是Angela 又到見面的時間了 今天我們來到了新竹的頂王 頂王是台中來的喔 我在台中的時候很常去吃頂王 超好吃的 我有半夜一兩點的時候去吃過 半夜兩點的人還是非常的多 他們最有名的是麻辣鴨血跟豆腐 可以一直一直續加 還有湯頭非常的好吃 可以點肉片 還有很厲害的沾醬 那我們今天一起去看看他長什麼 今天還說可以換他的會員卡耶 雞點卡 你看像今天點這個枸杞菊花路就有雞點雞三點耶 今天的話還可以 剩菊花路一股味 這是我超需要的啊 那這個頂王雞點卡 等一下還問問看要怎麼兌換呢 這是麻辣鍋 這個是酸菜白肉鍋 這個是酸菜白肉鍋 這個豆腐跟鴨血都可以續杯 這邊的話只有酸菜可以續杯喔 這鍋酸菜白肉鍋就有很多青菜 所以你如果來這邊就不用再另外點青菜 你可以直接吃他這個酸菜白肉鍋的青菜 來這邊的客戶很少再另外點青菜 先讓我上一下 這邊壓滑 謝謝 謝謝 壓滑 哇 壓滑耶 這是他們推薦的沾醬 是沾麻辣鍋的 是烏醋跟醬油混合的 這是沾酸菜白肉鍋的 芭花路 這是我最喜歡的食料 我們來吃看看 這樣 那這個鴨血啊 鴨血來馬上就可以吃 已經煮好了 要全部加進這個醬之後再拿起來吃 不會很辣有香香的味道 褲是酸酸的還有蔥 是一個很入味的鴨血味道 這個油條放下去啊 只要煮太久大概煮兩分鐘就要拿起來 不然它就會變超級軟喔 好熱耶 拿起來了 再來吃看看 接下來要來吃這個 老油條 還是很脆 超香的 有點辣 雖然是點小辣 老油條會整個希臘的 有脆脆餅乾的味道 滿推薦的 老油條滿分十分的話 應該會給低分 蝦滑 再來吃這個 蝦滑 這是蝦滑 這是蝦子的啦 蝦子的蝦吧 蝦滑 餃起來很脆 不像貢丸 貢丸是Q嘛 它沒有很Q 它是整個脆脆的 可以吃到蝦子的味道 所以是非常新鮮的 蝦滑煮出來 會是這種不規則的形狀 滿分十分的話 這個應該可以給到九分 很好吃的蝦滑喔 再來吃下一個 現在有各式的丸子喔 這個是墨魚 墨魚口味 吃穿看 這個是用酸菜白肉鍋的 有一個香香的黑胡椒味道 然後裡面還滿juicy的 滿分十分 應該會得 七分 但是剛剛蝦子比較好吃 最好吃的是這個 干貝丸子 可以知道干貝其實 不過味道沒有 剛剛的蝦子 和墨魚的味道還要重 干貝吃會有一點點 塞牙縫的感覺 整體 滿分的 好像不太好咬欸 可是十分應該會 對 六分 那現在要用LiPay付錢喔 看這個LiPay 就是你的密碼 謝謝你 來 家人塵封 電力上來去養 方便欸 那出事的那個畫面 給我吃飯就可以了 點三天就幫我出事一下 看有七點可以做更換 壽星正見 下次生日的時候 出事就可以用今天的營養 大約壽星會 點數兩代送 500元變成兩點 原本是一點這樣 嗯 送一整活到菊花 我先去看 新鮮店 走 那其實就是